接下来说个字是在社会上大家比较关注的 特别是下面我们做的除了男性以外的 那就是女性 我说的关键词叫什么 叫圣女 那个字面解释就是剩下来的女人 圣女 她和剩饭剩菜 不是一回事 但是意思差不多 所谓圣女呢 就是指那些各方面条件都还不错 但是因为择偶要求比较高 迟迟没有找到理想归宿的大龄单身女青年 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是圣女的重灾区 根据统计 北京圣女数量已达八十万 八十万全部债区 那是第三次世界大战 北京 北京有八十万圣女 创世界之最 我们都知道 法国有一个著名的圣女 叫圣女贞德 这大家知道吗 圣女贞德 那不算什么 我们中国有几百万圣女是真的 这个不是假的 在社会上圣女现象随速可见 电视上有圣女在征婚 报纸上呢 有圣女被采访 走在马路上能看到车闭口后面贴的警示标题 叫什么 大龄圣女追尾必嫁 这个是非常有创意的 打开电脑 圣女的QQ签名 姐要是死了 给姐烧个歌 那也是我们新时代女士的一种潇洒 一种潇洒 多大的年龄算圣女呢 那得看个人的想法 微博上最近有个随手拍 解救大龄圣女的活动 有个女孩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是八九年的圣女 我听不懂八九年 今年虚岁才二十三岁 这也算圣女吗 有人立刻回应道 严厉打击恶意竞争 烘牌物价的行为 你二十三岁都来竞争 那让你怎么过的 其实我后来研究了一下 圣女呢 她可以分成各个级别 好吧 台下应该没有圣女 对吧 台下没有圣女 那个圣女呢 我说起来基本要分分级别 你比方说 二十五岁到三十岁 二十五岁到三十岁 那属于初级圣女 那属于初级的 他们还在为寻找伴侣而奋斗 故称他们为圣斗士 那么三十一岁到三十五岁的呢 他就属于那个终极圣女了 圣家的概率已经很大很大了 而且剩下来的概率已经基本确认了 所以他们的绰号叫必圣客 哦 那么厉害的话 四十岁以上的属于高级圣女 尊称为齐天大圣 四十五岁以后 那就是超级圣女了 尊称为圣者为王 以前那个宣传计划生意的时候 有句话大家还听到 还记得吧 叫生男生女都一样 对吧 现在字不同了 音一样 叫圣男圣女都一样 不管男女 大家都着急 但是根据统计哦 一线城市的圣男和圣女的比例是多少 知道了 是三比七 圣女 比圣男的资源多得多 库存比圣男多 这就为什么呢 我给你们讲个故事 你们就明白了 为什么圣女多 相比之下 圣男比圣女少一点呢 有一家女性婚姻服务中心开张 我举个例子啊 啊这里 这这里 就说那个做广告 那么女的圣女就进去找了 看看有没有自己生命中的另一半 一楼写着 这里的男人有工作 那位圣女看都不看 直奔二楼 上了二楼一看 这里的男人有工作 而且帅 女人犹豫了一下 也没进去 直奔三楼 上了三楼 这里的男人有工作 帅呆了 还做家务 女的愣了两秒钟 人坚持往四楼走 啪啪啪上去 一到四楼上面 这里的男人有工作 帅得要死 厨艺一流 而且爱小孩 女人就叫 哇 饶了我 等人讲不 自己往五楼走 啪啪啪啪啪 走到五楼 五楼出现一张巨幅海报 这里不存在任何男人 圣女就是这样出现的 为什么圣男比圣女少 一家男性婚姻服务中心 比方说他开业了 一楼 他一楼一个广告叫 这里的女人长得漂亮 啪 那男的看了看 跑到二楼 二楼 这里的女人长得很漂亮 三楼四楼五楼 从来没有一个男的上去过 这个故事充分说明的是 男人的失败在于 不愿意花时间去选择 而女人的失败 在于花太多时间去选择 这种选择就没有选择的意义了 过去找对象主要看人品 这个人只要忠厚老师 没蹲过监狱 基本就可以了 现在跳起来多了 现在监狱可以蹲 蹲过监狱不要蹲 走里不都动过监狱 动过监狱不要紧 但没房子不行 没车不行 有房位置不好不行 有车不是好车不行 现在谈恋爱就像谈生意 找老公就像找项目 那圣女本身呢 有三大特点 我们比较冷静来分析一下圣女现象 其实圣女是我认为的优秀女人 她们一般具备三大特点 高学历 高收入 高年龄 身高不一定高 按照中国的传统习惯 找个比自己少为大点的男人 找到的男人通常也有三高 高血压 高血值 高血糖 一生的老年病 因为什么 其实就说成功女性 特别是比方说三十岁以上 三十五岁左右的 她如果还是单身的话 她这个希望真的是比较渺茫的 这真的比较渺 你去想 她三十五岁 一般都是事业有成的 你去想 你去找个比你有钱 比你成功的男的 人家 人家为什么要找你呢 如果你去找一个 找一个没你成功 没你成功 但很帅 但没有钱的 人家找你干什么 所以这就是进退两难 还有某些广告也在影响大家 有些吧 一个女人看到一个条件 稍微差一点男人 耳边想起第一句话 女人要对自己好一点 然后就把人家拒绝了 男人也遇到一个条件 稍微差一点的女人的话 耳边也会想起一句话 男人要对自己狠一点 好吧 就是她的 所以就说男女在择偶心态上面 有巨大的差异 圣女通常都离不开相亲 只是他们相亲的成功率 通常不太高 生活中的圣女 为什么有这样的理由 去淘汰男生呢 在这里我收集了十条 蛮有意思 他们拒绝对方的理由 我给大家读读 第一条 她居然是国族的球迷 太没品味了 就把人踢了 也有什么 她现在还跟父母一起住 太不成熟了 第三条 吃饭的时候 她居然跟我AA制 太想气了 第四条 她居然敲兰花纸 太娘娘腔了 我可不想以后跟她结婚 生个儿子下来有俩了吗 第五条 不爱说话 吃顿饭 说四个字 你好 买单 第六条 话太多 吃饭的时候不停地说 隔壁好几桌人都跑过来听她说 这怎么谈恋爱呢 第七条 这个人太老实 第一次见面 连我的眼睛都不敢看 没出息 第八条 这个人太不老实 第一次见面 就一直看我的眼睛 第九条 他连红灯都敢闯 这样的男人什么事情做不出啊 穿了 第十条 他连红灯都不敢闯 这样的男人有什么出息 亲爱的圣女同胞们 我实在是服了 你们到底想怎么样 你们让男人清和以堪呢 说起圣女这个词 很多人连香细语之情 就会油然而生 其实人家圣女将来未必不幸福 首先可以享受闪婚的幸福 圣女要么不结婚 一定要会 电闪雷鸣之间 孩子已经出来了 大龄圣女要么不嫁 一旦看中如意郎君 绝不质疑 闪电恋爱 闪电结婚 当然也是闪电离婚 一切讲究的是速度 一般的女人嫁了人之后 生不生孩子得由于很长时间 主要是因为他们有时间 但是圣女通常就比较痛快了 因为圣女生之时间的宝贵和重要性 在结婚之前 他们已经做好了各种预案 因为圣女都是优秀的女人 他们对未知的一切有一种把控性 至少他们可以规划自己的人生 别说要不要生孩子 这种事早就安排好了 有的连老公出轨后该怎么办都想好了 圣女拥送你 老公要是白天出轨 我就让他晚上见 老公要是晚上出轨 我就让他白天脱轨 圣女结婚后啊 更加不容易离婚 其实大龄的那个女士 她结婚后 她因为比较懂得珍惜 比较懂得宽容 听说有的80后的小夫妻 为什么离婚 很简单 就是因为早晨起来抢洗手间 女的抢不过男的 结果离婚 这对圣女们来说是绝对不可能的 因为他们甚至保护老公的前列线 就是在保护自己的幸福啊 圣女就懂事 绝对不会和她的老公抢洗手间 因为她知道前列线的重要性 因为她知道你好我也好 最后 我想在这里给广大的圣女们一句真言 看透自己才能看清别人 没有明天的今天等同于昨天 昨天再美好 她只是昨天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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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